我们今天先说一下我们的这个课程 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跟单系统 首先了解一下跟单系统 因为有很多人在说怎么跟单呢 首先我跟大家聊一下跟单系统 这是第一 第二跟大家再细聊一下 昨天我们学的KD这个指标 KD这个指标 这个KD指标是可以超到黄金顶和黄金顶的 黄金顶和黄金顶的 那么怎么去超呢 它是需要从大级别往小级别去超 大家听清楚了 这个超是要怎么超呢 是要从大级别往小级别去超 我后面会告诉大家 什么意思呢 打个比方 你想买多少级别的 多长时间级别的 KD指标的顶和顶 这里头就涉及了一个问题 你比如说你想买30分钟的 你卖30分钟的顶你是买多 打个比方你是买多 那么好 我这个后面再来说 这个后面再来说 这个就不再扩展了 然后第三点呢 看我们后面的时间够不够 时间够的话呢 我来跟大家再普及一下美股的知识 美股的知识呢 之前我跟大家也都埋过这个关子 就是主要在这里面 我要跟大家说一下选股 怎么来选股 怎么来选股 因为选股呢 因为股票大家都知道 一方面是看这个整体行情 技术层面 也一方面是看整体行情 一方面是看技术层面 还有一方面呢 是要看这个股公司 我说的是这个公司的盈利情况 你比如说这是星巴克 打个比方 这是星巴克 那么星巴克 这个我们就不扩展了 我们后面再来说 这个我们后面再来说 好 就是先进入 我先跟大家聊一下 怎么来进行 怎么来进行 怎么来进行复制更单 所谓的复制更单 更单是什么东西 复制更单很了解 很简单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想复制他的账号 然后复制他账号 就说白了 我直接把eToro给打开 大家都明白了 我把eToro打开 就大家都明白了 eToro之前我跟大家推荐过 但是现在中国大陆 是用不了的 我的现在很多朋友 现在也都用不了eToro了 所以如果你们想用 我其实我也想用 实话是说 我也想用 如果你们想用 那么不好意思 做外国人 做越南人也行 你还不用说 做个特别 特别流逼的发达国家的人 你做个越南人 你就可以用这个eToro了 咱们 咱们这个实话是说 你做个越南人 你就可以做这个eToro了 这是跟单的 就是跟单的 好 那么其实跟单 这个我相信大家都了解 这个里面无非就点个复制 点个复制以后 就可以开始跟他的单 跟他的单 那么这里我再说一下 那么eToro是非常简单 这个里面 它是把这一个跟单 就是操作的非常简单 但是其实这个创新 并不是从eToro自己创新出来的 而是他学了 他是学了这个软件 我之前也不知道 MT是本身可以跟单 我之前是不知道的 我后来才知道的 它在哪里呢 好 我 大家打开你们的软件 打开你们的软件 来 跟着我一起来 我是之前我也不知道 好 在哪里呢 在这里有一个信号 有一个信号 好 打开信号以后 看一下啊 没上网吗 我现在 怎么会没有内容呢 等一下啊 好 信号出来了 有点慢 因为它的服务器 这个信号的服务器 它不是在 不是在中国 跟大家说一下 这个服务器是在俄罗斯 因为这块软件 我之前就给大家介绍过了 是在 是俄罗斯开发的一块软件 跟大家说一下 我们现在提供的服务商 也是俄罗斯的 但是并不代表 这个俄罗斯 就是并不代表 我们现在这个 Fox Club 和福瑞斯和MT4的这一个公司 是一家公司 大家不要误会了 就是说很多的一些澳大利亚的公司 美国的公司也在用MT4 就是说MT4只是一个平台 我只是借用你这个平台而已 然后各个经销商是各个经销商的事情 然后每年各个经销商 向MT4这个平台交一些就是使用费 这个跟大家说清楚 MT4是MT4 平台是平台 平台和MT4是没有关系的 在这里我要跟大家说清楚 这个不难的话 你会觉得 那是不是我换了一个 比如说我不用Fox 因为我们之前也不是用过其他的 你比如说 我没有跑过去用这个米汇 当然这个米汇我查了一下 不能用 我估计它是个假的 好 你比如说用了一个其他的 这个那里会发现 那是不是我的这个信号就不能复制了呢 不是的 它是在这个MT4的平台上面 它跟这个福瑞斯这个经销商 是没有太大关系的 跟大家是先说清楚 也就是说你们以后如果换了平台 也可以用 只要是在MT4MT5这个平台上面 所以来说这个大家不用去担心这个事情 好 打开以后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有一些这个东西 好 这个我相信大家一看就懂 左边这个呢 这个左边这个呢是增长率 那么蓝色呢就是它的增长 这个是横向轴呢 就是日期啊 就是天 纵向轴呢 就是它的盈利 它的盈利 然后这个呢就是它的这个名称啊 就是它的姓名 好下面呢是它的资金啊 它的资金 然后这个增长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是用了91周增长了多少呢 增长了各十百千万十万百万 哇 增长了百分之一百七十八 百分之一百七十八万 增长了百分之一百七十八万 好 那么这里面后面就是订阅人 后面就订阅人 那么订阅人呢就跟eToro是一样的啊 这个后面我们也是能够看到它的订阅 这个怎么刷住了 这eToro自从它退出中国以后就各种毛病啊 就是各种毛病啊 这个没办法啊 毕竟澳大利亚大家都知道 最近美国在闹内浪啊 所以来说中国现在开始搞澳大利亚了 搞澳大利亚了啊 这个这个eToro本身也是澳大利亚的啊 好 好 这订阅人 大家可以看到啊 这个是订阅人 前面 大家可以看到前面是订阅人的数量 后面是订阅人的付出的金额 大家听懂了吗 大家听懂了吗 就比如说前面是一共111个人订阅了 这个人 后面一共花了 就是这些人订阅 一共在他身上花了559千 注意559千美金 559千美金是多少钱呢 559后面加三个零啊 就是9万 9千 55万 55万9千美金 对不对 各十百千 对了 55万9千美金 就是这111个人一共 不是111个人一共跟单一共有55万9千美金 这个看懂了吗 看懂了吗 啊 同志们 同志们 人呢 人呢 你们在吗 你们在吗 方蕾在 你们两位呢 同城呢 同城呢 又不在 好 那么这个地方就是他的订阅人和他的订阅人的总资金 然后后面这一个大家应该很好理解 他一共交易了2740次 然后胜率是71% 这个家伙也厉害 大家可以看 待会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家伙 他可能是刚刚录进去的 可能是刚刚录进去的 然后呢 他的最大 这个是什么呢 最大滴滴 最大滴滴是叫什么呢 叫最大回撤 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单词 回撤 这个单词 我之前讲过 这个就是最大 最大回撤 好 最大回撤呢 是什么意思呢 最大回撤 举例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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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我们也都给大家讲过了 就比如说像这个人 这个人的最大回撤 是负切 当然我看他最大回撤 最高的时候是9000多 最大回撤最高的时候是9000多 就是什么呢 就是浮亏 我们就是如果用一个 大家听得懂的话 就叫浮亏 你比如说现在他浮亏 负66615 注意他如果这一单子 如果他这一单子 如果这一单子 他现在把它止损了 那么这个浮亏就变成了亏损 大家一定要搞清楚 浮亏和亏损是两个单词 注意 浮亏和亏损是两个单词 大家千万不要把它搞成了一回事了 你们能不能理解他们两者之间的区别 回撤就相当于浮亏 能不能理解 你们两个呢 你们两个呢 不太能理解 那个呢 阿奖呢 咱们要把概念搞清楚 不然的话 你看来这因为经常会有这个玩意 你要跟单 你要跟单的话 你肯定要看到这个参数 那么这个参数越高 那么你就 哇靠 你也跑出去了 马德加斯加 最大滴滴 最大滴滴就是回撤 最大回撤 注意 最大回撤 好 在这里说一下 回撤 回撤 这里面涉及到一个回撤这个单词 那么回撤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现在首先要搞清楚 另外两个单词 就是浮亏和亏损 那么你能不能理解 浮亏和亏损之间的区别 你能不能理解 最大回撤 能不能理解 浮亏和 这个浮亏和亏损之间的区别 那么其实在这里面 回撤就等于浮亏中 注意 这是一个现代进行词 注意 这是一个现代进行词 如果在我们的英语单词里面 它其实就是要加后缀 ing 能不能理解 好 什么意思 彭城现在不理解 你们能不能把它打字打出来 说一下 什么意思 就是咱们现在就来说 浮亏和亏损 它们两个之间的区别 什么区别 基本上这个意思 彭城理解了吗 彭城理解了吗 浮彭城 好 其实我告诉大家 其实这个很好理解 亏损就代表这个单子我结束了 这个单子我结束了 我就已经认赌服输 我这单子按XX了 后面大家知道 在交易时间的时候 这个地方是可以按XX的 按一下XX 这个单子就变成了历史 账户历史了 这一单子就变成了账户历史了 注意 这一单子就变成了账户历史了 如果现在我没有按XX 我继续持单 如果我用个不好听的话 这个单子我继续扛单中 你比如说像这个人 就属于在继续扛单 扛单我相信大家能理解 就是浮亏嘛 扛单其实就是浮亏嘛 就是我现在在浮亏中 我继续扛单 那么OK 那么这个呢 就叫最大回撤 那么最大回撤呢 就是什么呢 说白了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 百分之三十五 这个百分之三十五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比如说他有100美金 他的最大回撤是百分之三十五 也就是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他最大的亏 就是最大的浮亏的时候 注意我用的是现在进行词啊 你不要把它作为一个结束 你不要加end 你要加ing 你要加ing 最大浮亏的时候 应该是三十五美金 理不理解 好 那么这里面就涉及到一个问题了 他这个浮亏是非常 我告诉大家 测回 测回指数是非常非常 非常非常 非常非常有用的一个指标 这个指标 说白了 说白了 这个指标 会导致一个很大的 在负责跟单的时候 会导致一个很大的一个趋向 什么趋向呢 你可以看一下 你可以看一下 这个指标 他才十八 我们可以看到十八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里面比较大的 看能不能找到一个比较大的 你看最小的最小的百分之三 大家可以看到最小的百分之三 也就是说他扛单子 他扛单子只会扛到百分 他扛单子只会扛到 就是一百美金损失三美金 他就会止损 听懂我说的这个话的意思了吗 也就是说这个人扛单子 我告诉大家 最大回撤的越小的人 他就越厉害 最大回撤越小的人就越厉害 你不要看到他的这个盈利越强越厉害 就像刚才我们所看到的这个人 好他妈的牛逼啊 你看他妈的百分之六十一点一七七七 我给他加个信号 这个信号什么意思呢 就收藏 收藏了以后呢 我们可以在这里有个收藏家 在这里我就可以找到这个收藏家 在这个收藏家里面呢 我就可以看到我刚才收藏的这个人 好可能说哎我怎么收藏不了啊 注意你要在这个地方先注册啊 注意他这个东西 你要到MQ5的网站去注册啊 注意你不是说你就在这里 狐狸妈里你就能用了啊 你要在这个地方 我在哪个地方 我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点击一个注册 大家把注册按钮打开 打开以后有一个注册 注册了以后呢会弹出一个网站 这个网站这个什么样子呢 我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网站是什么样子啊 是一个这个样子的啊 MQ515会弹出一个网站 在这个网站上面 你在这里点击注册 好给大家一点时间 大家大家把这个注册完成 把这个注册完成 那么在这个地方点点击登录 你就可以登录了啊 你就可以进行收藏了 那我们先我们先继续啊 你有时间自己注册 好那么这里呢 我们就可以来点击注册了 那么这个地方 我跟大家说一下 最大回撤啊 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利的 非常非常有价值的一个 一个参数啊 参数标准 那么首先这个参数标准 有什么意义呢 首先你可以 你可以通过最大回撤 来知道它的风控能力啊 注意我在这里说一下 风 风险控制能力 那么风控呢 其实在我们做这个指数指标的时候 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参数 呃 我呢 一直不提 不提倡 就是死扛单的那种人 我就不提倡死扛单的人 就比如说吧 就比如说吧 以此为例啊 以这个人交易为例啊 以这个人交易为例 以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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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伙交易为例 你比如说他在这个地方他在这个地方我们来看一下 那如果要是我做错了这一张我应该会在哪个地方把他止盈或者止损啊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就假设一下 这个就说这个人的这个回撤就会非常高啊 这个人的回撤 我曾经也说过一句话 我说如果你做错了方向 如果你手上的资金非常的多 不怕爆仓 其实总有一天 你会就是这个股票 这个这个东西能回到你现在这个位置 我是不是曾经说过这个话 那么其实这里面有两个如果 第一就是第一个如果就是总有一天如果 第二就是你的资金其实这里面主要就是你的资金量要够大 这个老几那咱们也就不说啥了 他的资金资金量够大 他现在他有五万五 他现在六千多的这一个对他来说也就是百分之一 百分之十十分之一 差不多十分之一点五十分之二左右 其实对他来说其实不算什么啊 咱们来看一下他做单的位置啊 如果要是我我会在哪个地方把它给平掉啊 这咱们来看一下 就是他做单的几个位置 先看他最低点的这个位置 这是一个空单 大家可以看到空单11月4号 11月4号的16点31分 我们来看一下 16点31分 OK 来这个地方 已经找到位置啊 就是基本上就这个位置 好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他就在这个位置 进的仓啊 11点31嘛 这大家可以看到 16点31嘛 这个地方是16点30嘛 我们现在进入他的小一分钟级别 我们来看一下 因为他注意啊 他做的是指数 这个指数呢 跟道琼斯 这个指数呢 叫道琼斯指数 我之前跟大家说过 他一开始是一家银行机构啊 一开始是一家银行机构 然后银行机构呢 变成了一个评测的一家公司啊 然后就拼出了这个东西 道琼斯呢 他主要是拼什么的 拼工业指数的啊 他主要是 你比如说这个纳斯达克是拼什么的 纳斯达克主要是拼高科技啊 高科技 比如说苹果啊 Facebook啊 比如说像推特啊 这些东西 他都属于高科技 但是这个道琼斯呢 主要比如说拼富士康啊 就打个比方 我不知道富士康是不是在道琼斯里面啊 就是富士康啊 然后像这种 就是加工型的一些企业 就是属于这种 这种 他是工业嘛 他主要就是涉及到工业嘛 所以 好 来看一下 他在哪个地方买的呢 就这一根线 我们来看一下 我看我之前还没有分析过他的盘 因为他之前他做的还不错啊 然后就这一单子把他给对他 我对他的所有崇拜都变成了鄙视啊 说实话 就这一单子 我对他的所有崇拜变成了鄙视 让我明白了 其实现在大部分的一批人 其实他们根本就不会做单 他们所有的胜利 全部是在于他们资金够多 他们的所有胜利 并不是在于他们的技术有多好 而是在于他们资金够多 而是在于他们的资金够多 来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他就在这个时间点做的单子 他就在这个时间 他就在这个时间点做的单子 那么这个地方做单子 有没有道理呢 目前来说 我们可以看到 从这个上面来做的话 大家觉得这个地方有没有道理 做这一单 好 你从这个地方来说 咱们现在看不出来 咱们把这个时间 在31 31在这里 31在这里 好 我们把这根线稍微的变细一点 看得清楚一点 好 我们稍微的到大级别里面看一下 我们稍微的到15分钟 我们来先看一下 就是我们现在有的时候 去判别别人做单 可以给我们增加很多的一些教训 和一些经验 好 我们首先搞清楚 他为什么会在这个地方开一个空单 好 我问大家 看大家看不看得出来 我问大家 看大家看不看得出来 为什么他会在这个地方开一个空单 来 能不能告诉我 能不能告诉我 大家能不能告诉我 为什么这个地方他会开一个空单 对了 对了 非常漂亮 你们现在的水平已经慢慢都起来了 都起来了 前面这个地方有两次打到这个位置 所以他在这个位置挂了一个空单 当然是附近 他是附近 他还相当 他以为到不了这个位置 所以他估计是挂的 他不是那种 盯盘的那种 他不是盯盘的那种 他是挂单 然后到了这个位置 他就以为这个位置上去了以后 但是注意啊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他后面其实下来了 下来了以后 他没有跑掉 大家告诉我 为什么 我们来看一下 他其实后面是有下来的 咱们来分析一下 咱们来分析 他其实这一单子 大家可以看到 他其实是有机会跑掉的 大家看到没有 这个地方录的单 后面来了一根大阴线 大家看到没有 大家看到没有 后面来了一根大阴线 他如果就算是在这个地方 买的单 如果在这个地方抛掉 可不可以 有多少点 我们来看一下 693到这里 553 大家可以看到140个点 140个点 看到没有 同志们看到没有 看到没有 其实这个箱体成不成立 其实这个箱体成不成立 其实我们说 这个箱体是成立的 其实我们可以说 它的箱体是成立的 这个箱体其实是一个成立的 这个箱体其实是一个成立的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什么呢 打到这个位置 我现在用的是15分钟 我放回到5分钟 5分钟能够看到 它有一个下降的一个机会 因为在15分钟就基本上 看不到一个下降的机会了 15分钟就基本上看不到了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他所考虑的问题 是存立的 大家看到 什么 就是 它其实在这个地方 是打到了箱体 打到了箱体的 这个上边缘的时候 有一次下跌 看到没有 有一个5分钟级别的下跌 跌到了最低 跌到哪个地方呢 跌到了这个位置 而它路单的位置在哪里呢 大家可以看到 在这个位置 但是它没有跑 它没有走 它认为应该还会下跌 它认为还会下跌 所以它这一单子没有走 大家可以看到 它这一单子是没有走 然后上面到这里 然后怎么样 就突破了箱体 就突破了箱体 好 那么这个时候问题来了 如果是你 你们会在哪个地方放止损 我就问大家 如果是你 你会在哪里放止损 就这一单 我就说这一单 你们会在哪里放止损 你说三角能画吗 来我们试一下 我都没有考虑这一 因为都过去试了 可以画 非常漂亮的一个2B理论 非常漂亮的一个2B理论 这是一个三角 这是一个三角 好 这个地方突破了 突破了以后 大家注意一下 突破了以后 后面其实已经是上涨了 上涨了以后 回调到之前的支撑位 回调到之前的结构线来涨 其实从这个信号上面来 也可以证明 这个已经算是 已经算是变成了一个多头 但是他没有注意 他没有注意 好 那么应该来说放在哪个地方 这个止损应该放在哪个地方 其实有两个地方可以放 有两个地方可以放 第一个地方放在哪里呢 就是箱体的上边缘 箱体的上边缘 放这里 放这里 这第一个位置 好 第二个位置呢 就是这个阿角说的 这个也可以 就是他买的这个时间线 是在这里 所以就放在这一根线 最长这个位置的上引线 但上引线呢 这个我觉得 还是放在上边缘 可能要稍微好一点 虽然差也就差了几个点吧 这个差也就差了几个点啊 相对来说 上边缘和上上引线都是可以的 好 那么这里面我再说一下 那这里面我再说一下 那比如说放在这个地方 你不舍得止损 不舍得止损 然后他上去了 我该怎么办 我该怎么办 我这个时候上去了 你没有舍得止损 注意 这个时候你应该注意 你不要慌 这个时候你不要慌 因为你这个时候 现在是在走一个箱体 那么走箱体 大概率会走一个 什么样的情况 我之前跟大家说过的 我之前跟大家说过的 大概率会走一个什么情况 大概率会走一个什么情况 大家还记得吗 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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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震荡 不是震荡 如果从震荡行情里面走出来了 后面就应该大概要走一个上升和下降的一个趋势了 但是在上升和下降趋势之前 他还要完成一步 他还要完成一步 完成一步什么 我之前讲过的 对 回踩 忘了吗 你们回忆一下 我讲过没有 我之前我什么说的 如果箱体突破 当然我说的是实体突破 回踩到上边缘买多单 我有没有说过 我问大家 有没有说过 我有没有说过 那既然说过 那就是说 我如果这个地方 我忘记了止损 这个地方 我这根线 我忘记了止损 它上去了 你这个时候 你不要去止损 你应该怎么样呢 等它回踩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我们再止损 你就不要包任何的希望 它能下来了 少亏点就是赚 这个时候少亏点就是赚 大家注意 少亏点就是赚 他错过了第二次机会 这个人 看到没有 看到没有 对于我们买单子来说 如果我们是空仓 那么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很好的买涨点 对不对 这个地方是不是一个很好的买涨点 对于它这个地方 路错单的地方 是不是一个很很很好的止损点 对不对 对不对 是不是我们现在这个 我们现在所学的这个技术 是可以反向来使用的 对不对 你不要跑了 涨到这里来了 心里好慌 那我赶紧平掉吧 打个比方 你在这里亏 就是亏100美金 你在这里亏 就是这根先亏 你只会亏10美金 那你肯定愿意亏10美金的 因为你亏的少 你就相当于是赚了 当然这个里面花了时间比较多 这个咱们也实事求是的说 你看花多少根K线 我们来看一下 花了89根K线 89根K线 90根K线 我们就算90根K线 90根K线乘以5 因为我们是5分钟 就是5 945 就是450分钟 450分钟 滑了小时是 多少小时 1624 6636 7个小时 8个小时 6842 8个小时 7个多小时 7个多小时 那确实有点时间 有点长 但是你可以看到 这个地方应该来说 是他的唯一的一次出逃机会 看到没有 后面再怎么样 后面再怎么样 就没机会了 越走越远了 看到没有 看到没有 这一次真的就是他的唯一的一次出逃机会 这一次错过了 没机会了 看到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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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次是他唯一的一次出逃机会 这一次错过了 他就已经没机会了 你可以看 只到现在扛了2000多美金 那当然别人钱多可以扛 我之前也说过 只要你钱多 你不会做错单子的 我可以保证 我可以保证 只要你钱够多 你绝对不会做错单子 你比如说你现在黄金买空买多 你都买 你只要钱多 你就死扛死扛 反正他也能涨 他也能跌 反正现在这个情况 他既能涨又能跌 所以来说你总能对 总能对 所以来说 大家发现没有 赚钱就这么简单 就是你的本金够多 你就能赚钱 那么像这个人 我们可以再来定性他 并不是他的技术有多好 并不是他的技术有多好 而是他能扛单 你可以看到 他其实赚的并不多 你可以看到 他赚赚了多少 205亿单 183亿单 27亿单 他是什么呢 其实我昨天已经给总结过了 就是什么呢 就是赚钱的时候吃一块小肉 赚钱的时候吃一块小肉 亏钱的时候掉一大坨肉 亏钱的时候掉一大坨肉 明白吗 所以我对于这种 我都是 我现在对于这种 是完全没有一点崇拜 只有一年的彼时 我是不赞同这种作单方式的 大家都知道 我是不赞同这种作单方式的 当然别人有钱任性 那关我了事 那我不管了 那这个事情跟我没毛先关系 那当然也没有 也有扛不过去的 我昨天也给大家看了 那个原油大神 他扛不过去啊 最后爆仓了 那怎么办呢 那我再把这个账户 给大家看一下 原油的 做原油的 那爆仓了怎么办呢 大家可以看到 直接亏2万8 直接亏2万8 那直接爆仓了 那怎么办呢 那所以来说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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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没什么好说的 这个 别人有钱 任性 咱们管不了 咱们是穷人 穷人就只能做穷人的方法 就小之损 大之银 只能这样做 所以来说 这一单子我们就可以看出 他的回撤率就是非常大的 这个人 从这一单子 我们就可以看出 他的回撤率就是非常大的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 这个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面其实他还有很多的一些东西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呢 后面大家可以看到 有一个38 这个大家注意 38USD 什么意思呢 就是如果你要跟他的单 你要付38美金 老师 我没钱 我不知道怎么向这个平台冲钱 注意啊 你这个M 我们现在用的这个福瑞斯这个经销商 跟MQ4 就是MT4这个平台 他其实有一个互联的关系的 如果你想跟他的单 OK 点击 点击 点击以后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地方灰色的 要订阅 是不能订阅的 这个地方是不能订阅的 这个地方你 他会选择 你要付款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里面付款 有没有大家 大家能够接受的 可能就 就有一个是PayPal 这个大家可能在国内看到了过 其他的东西可能就 看都没看到过 看都没看到过 好 PayPal PayPal 有没有人用过 PayPal 有没有人用过 注意一下 这个跟单 这个跟单是订阅一个月 订阅一个月 这个跟单是30天 注意这个跟单是30天 这个跟单是30天 注意 这个跟单是30天 大家可以看到 如果现在跟单是从11月的08号20点34分 跟单到2020年的12月08号的20点34分 是一个月 一个月30 一个月30美金 一个月30美金 大家懂了吧 好 那么这里头 那我没PayPal怎么办呢 好 这里还有一个付款方式 大家可以打开 他可以从什么呢 他可以直接从我们现在这个福瑞斯啊 你如果是真实账号 他 这个还不准订阅 他这个还不准订阅 好 怎么意思呢 我们再找一个 48%啊 有点高 好 这个地方呢 他是可以从福瑞斯里面直接导权过去的 他可以直接从福瑞斯里面直接导权过去的 所以比如说你登录了他的这个注册账号 里面有真金白银 那么你就可以从福瑞斯里面 就是我们现在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账户里面 直接导到MT4这个平台 那么你这个MT4 你这个账户里面就少少了30美金 那么你就可以开始跟他的单子了啊 你就可以跟他的单子了 听听懂了吗 听懂了吗 听懂了吗 这个地方是要求你输入密码的啊 要求你输入密码的 那么这个密码就是你的这个MT4这个账号的登录密码 你登录了以后你就会你的这里面就少了30美金 然后就到了这个人的名下 那这个人呢 就得到了钱 然后呢你就可以开始复制他的信号 复制他信号 他买什么单 注意他买什么单你就跟什么单啊 他买什么单你就跟什么单 这个时候你的MT4就像一个机器人 注意你的MT4就像一个机器人 你会自动的他买什么单这个地方就突然多了一单 你不用去管的啊 你不用去管的 啊 明白了吧 这个都明白了吧 好 那么在这里呢 给大家再看一下其他的一些东西 就是比如说我想了解一下这个人 我点击他的名字 哎 他怎么这么牛逼 一下子可以赚这么多钱 我想了解一下他之前怎么做单的好 我们来看一下他怎么做单 这么慢的好 那么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地方大家可以看到这里面他所赚的钱啊 最佳交易他一笔赚了两万多美金 最差的是一笔亏了六千多美金啊 大家可以自己看这上面有数据 但是这里面有一个东西很有意思就是历史啊 我们可以从这里可以看到 注意如果你没有交钱 如果你没有交钱 他现在做的单子你是不能看到的啊 注意他现在的单子你是不能看到 我们可以看到他现在赚了两万 赚了2853美金啊 他这个时候就是他现在正在已经交易 拿在手上的单子是2853美金 好注意这里有个历史 我们打开 打开以后会谈到网页下啊 会谈到网页下面 谈到网页下面以后呢 我们这里面就会有一个像这个实况足球啊 像这个一样有一个什么呢 有一个他的这个评分啊 有个评分 这个大家可以看到啊 这是评分 然后呢我们可以在这里可以看到 他主要交易的是什么品种 这个就是他的 这个就是他的一些交易历史 啊 这个就是他交易历史 他最近交易的已经平仓了 注意这个是他的平仓的啊 如果你要想看这个没有平仓的 我们只能看到他的利润 我们是看不到他现在吃差的东西的 那当然你要看到了还订阅个毛啊 他只要买个东西我就直接跟着买就完了嘛 我不需要复制了 所以来说他也就是为了保护这个人的利润啊 就是他凭什么要向别人收30美金 啊就是相当于是个人隐私吧 我们可以理解成好 我们可以看到他这个单子 他做了一个 每对日 每对日卖 卖空 我们可以看到 728啊 我们可以看到他做他主要是做这个外汇 这里面我们可以查到他的所有的这个 好 呃都看懂了吗 很有意思啊很有意思 呃这里面呢 注意一下 因为这个这个软件呢 这个平台呢本身也不是中国的 所以这里面的人也都不是也都不全是是中国的 说不定有中国的啊 说不定有中国的 好注意一下这里面有fail fail是什么呢 就是免费的 好这里面免费的 大家跟大家说一下免费的都是不费的 不要去看的啊 因为为什么呢 我给大家看一下 只要是免费的 有我的账号 有我的账号 免费的全是虚理账号 跟大家说一下免费的全部是虚理账号 免费的全部是虚理账号 你拿虚理账号去跟别人 你拿真金白银去跟他的虚理账号 那里面有病啊 别人拿虚理账号又不费又不费一分钱 那你就跟他这有毛线用啊 所以来说这个虚理账号这个免费的都没用啊 都没用 这里面最低就是最低的这个也是也是要三十美金啊 最低最低开仓就是最低开仓复制最低要三十美金 也就是说你要复制我也都要交参十美金 明白了吗 因为我是失盘的 我是失盘的 我现在还在刷等级 我现在还在刷等级 等我等级刷起来了以后 我就会那个我就会来推广啊 现在因为 因为你们也可以看到了 这里面就是营业力啊 他这个都是非常公开的一个东西 大家都会进行一个对比 那比如说我希望回撤小一点的人呢 进行复制啊 比如说像这个人 我来小一点 我来进行复制 那可能相对来说我资金少 我来复制他的话 我比较保险 你看像这个人 那就比较那个 可能就相对来说 就适合像一些人 那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人是个哪个国家 波兰的啊 红白两七啊 波兰的啊 他做的啊 他做的也都很小 大家可以看到0.05 啊 你看看到他的回撤也很小 你像这个家伙啊 你像这个家伙也很小 3% 我们来看一下 对还是可以的 这里面 大家可以自己到网上去看一下 啊 这是好 在这里说一下 这个就是他现在所使用的平台啊 他现在所使用的平台就是 CPMARC 就是那个 你包括我们自己也可以将那个输入进去啊 也可以自己将这个输入进去 怎么输入呢 我们可以在这里选择个人信号 在这里呢 我可以点击创建 在哪里来着 你吓得忘了啊 大家自己找一下 在这里面有一个地方可以点击创建 创建信号 创建信号以后呢 在这里可以看到 这个地方就是你的这个名字 然后这个地方你使用的MT4还是MT5 我们用的MT4 然后这个地方呢就是你的名字啊 然后这个地方就是你的名码 然后这个地方呢是交易商啊 我们这里就要把交易商给复制进去 就比如说用的是Fly Cam 就把这个复义进去 其实这个地方复这个也反向证明了 我们现在用的这个平台是可靠的 因为得到了这个MQ5这个大平台的认可 就是说有一些平台是不认可的情况下 是不能被录取进去的 大家注意一下我来给大家看一下 我来给大家看一下 有一些平台是不被录取进去的 大家可以看到啊 我们在这里选择这个 比如说我们在这里选择这个 那么这个以后呢 我们是可以把它添加进去的 然后在这里注意这个地方 如果是Really Really就是真实的 是必须最低30美金 如果低于30 它是不准你添加的啊 不准你添加的 当然如果你这个地方选的是Demo 它就是可以免费的 所以Demo这个地方就是免费 可以打勾的啊打勾的 然后这个地方就是也就反向证明了 我们这个单我们这个平台是可靠的 它是它不会是说随便跑路啊怎么样的 因为它已经被录取到MQ5 这个这个大的市场里面去了 这个大的市场也不是中国一个市场 它是全世界的市场都在里面啊 大家可以看到 这里面的这些人也不是 也不都是也都不是中国人 这是德国的吗 大家可以看到德国的巴西的巴西的啊 这也有中国的一章 大家自己去看啊 西班牙的阿根廷的瑞士的 新西兰啊这个是澳大利亚的瑞士的 这是布鲁士尔 这是哪里不知道法兰西 大家自己去看啊 爱尔兰啊乌克兰啊这个大家去看 所以来说呢这个里面 大家可以看到找到很多一些 你们可以然后在这里也可以找一下 也可以找一下比如说你可以找一下最高利润的 可靠性的50美金以下的啊 这个东西都可以来找啊 这个东西可以根据你这个评估来找 但是都是要付款的啊 注意一下都是需要付款的 明白了吧 好 休息五分钟啊 休息五分钟 呃 我们后面再讲另外一个支点啊 后面再讲另外一个支点 我直接就把下一个支点来讲了吧 下一个支点待会我们就来讲休息五分钟啊 嗯 你问我现在准确率有没有80% 我可以告诉你绝对有绝对高于80%啊 但是呢 但是呢 现在呢 我的做单的历史啊太短啊 做单历史太短 我现在要把做单历史要加上去啊 因为大家可以看一下随便做的单子啊 大家都知道我是在六期 我是在九月份的时候才用的这个mt4啊 因为之前大家都知道我是用的eToro 所以没有历史啊 所以在这里面要把这个做单的这个周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周要做做上去 然后这个增加比率要做上去啊 这个我现在是要把这两个做上去 我的回撤是非常小的 我可以像跟大家说我的回撤非常小的 顶多是3%啊 顶多是3% 呃 甚至更低啊 甚至更低 所以来说这个回撤我是做的非常好 但是现在我的时间和这个增长的数量不够多啊 这个我跟大家说一下 呃 然后回答第二个问题 嗯 第二个问题就是你说拜登上尉了 eToro会回中国吗 我觉得拜登上尉和eToro回中国有关系吗 这是两两个事情那位 eToro是澳大利亚的 eToro是澳大利亚的 拜登是美国的 他们两者有直接关联吗 我问你 他们两者当然你要说有关联也有 他们两个国家都说英语啊 那这确实是关联 但是除了这个关联 你你你你你你告诉我一个第二个关联是啥 我没有从你这个里面找到找到找到 找到任何的一个逻辑性好不好 好那我们继续吧 大家打开复权油 我们先讲第三个问题 我们先来讲第三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顺便吧 就是顺便吧 都是一起讲的 好第三个问题是什么呢 我之前跟大家说了 就是我们怎么来选股票 当然选股票 我之前跟大家说了 第一股票它上涨一共有三个点 第一看大盘怎么涨 那比如说拉斯达克 你像星巴克属于拉斯达克里面的 那当然那拉斯达克在涨 那星巴克属于大盘股里面的 它多多少少也会受到影响 那这第一点 我相信大家明白 第二点第二点是什么 第二点是看技术指标 是看技术指标 对吧这个很好理解吧 我们之前一直在学的就是技术指标 没毛病 我们学的K线也好 能量战法也好 支撑位 结构位也好 这都属于技术指标 没毛病 第三我们现在今天就要开始讲第三了 第三也是我们股票里面最重要的一个东西 就是公司的新闻信息面的东西 信息面的东西 什么叫信息面的东西呢 比如说贵州茅台 贵州茅台 大家知道为什么贵州茅台今年涨了这么多吗 就是这几年贵州茅台都变成天价了 大家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之前贵州茅台没有 之前贵州茅台没有这么高的 大家知道为什么贵州茅台现在都成天价了 大家知道吗 现在贵州茅台大家知道一股数多少钱吗 我记得好像是五千多块钱 我记得好像是五千多块钱吧 我们看一下啊 一千多块钱 记错了 一千多块钱 对于中国的股票来说一个股票一千多块钱 其实很少见的 因为它也不是美国股票啊 大家知道为什么贵州茅台他妈的疯涨吗 一路涨呢 OK 一路涨 大家知道为什么吗 它的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啊 基本上就是从2013年2013年作为一个起点 开始疯涨12月啊 2013年 大家知道为什么吗 对 对 看来方蕾还是在这方面很那个的 贵州茅台的老大是总加速师 懂了吗 贵州茅台的老大是总加速师 习 我就不说了啊 是谁我就不说了 我我我只说是领导人啊 是领导人啊 领导人啊 具体是谁我不知道啊 具体是谁我不知道啊 那你觉得这个股票会不会涨 所以你说成了这种股票了 它就变成了一个什么 它跟所有的东西都不相干了 它这个股票就跟所有的东西都不相干了 它的这个股票就是为了涨了涨 而且它为什么要在20 它为什么要在 它为什么要在这个时间点涨啊 2013年这个时间点开始爆发 大家也都明白了 20 2012年20 2012年左右 谁上台了啊 同志们 哪位领导上台了啊 我相信大家都明白了啊 这个我就不再不再说出来了啊 不再说出来了 大家2012年看一下哪位领导上台的啊 哪位领导上台的啊 所以来说简单了吧 简单吧 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 当然你说喝的人多了 喝的人多了 跟这个有关系吗 那你说现在喝的人也多吗 它为什么涨了还这么多啊 现在还有这么多人喝吗 现在的经济不景气了 还有这么多人喝吗 还在涨 你看这是周线啊 注意这是周线 还在涨啊 这就跟什么技术指标没毛线关系了 你看到没 这就跟技术指标没关系了啊 这就跟技术指标都没关系了 所有技术指标在这里的 所有技术指标都他妈的不好用了 在这里面 大家看到没有 都他妈不好用了 好 那么这里呢就是信息面的东西 那么信息面 那当然中国看信息面 那美国呢 美国是看公司的盈利啊 看公司的这个价值 我们应该准确的说 应该是看这个公司的价值 这个价值 它又分成了很多东西 分成了哪些东西呢 在这里 我们在这里说一下 先说 这里面非常关键的几个东西 第一 是盈利 啊 是盈利 是盈利 好 我们可以看到贵州茅台的 是盈利是14.39 好 这个代表了什么呢 大会我们来解释 我们再来看一下星巴克 我们来看一下星巴克的 是 黄金啊 星巴克 星巴克的是盈利在哪里 我看一下 他这里没有啊 这个地方没有啊 这个 Facebook的适应率是7.098 我的天哪 Facebook 华操 可可可乐也才11 怎么这么高啊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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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太假了吧 我觉得这个太假了吧 这他妈的一看就假了吧 这太假了吧 我靠 你看这个 迪士尼 迪士尼 我拿去讲了 大家看一下百度上的解释啊 文周周的 大家估计也看不懂啊 估计也就看不懂 因为一堆的财务报表 它是根据公司的财务报表 散出的一个系数啊 根据财务报表散出的一个系数 在这里呢 其实就是什么呢 股票的价格和美股的收益的比例 其实这个地方就是什么 最主要就是这句话 股票的价格 就是股票打个比方 股票的价格是127 然后美股的收益比例 那什么叫美股的收益比例呢 好这里我们要说到另外一个东西了 我们要说到另外一个东西了 什么东西呢 叫股息率 股息率啊 股息率这里面没有啊 我看一下有没有啊 我记得好像是没有啊 有股息率 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 迪士尼的股息率是0.88 也就是127块钱 他美股的股息是0.88 能不能理解 能不能理解 然后股息率 然后他们两个相处就得出了四盈率 能不能理解 好那有人就说了 那加这个股息是什么玩意儿呢 在中国好像没有啊 我们来看一下贵州宝台有没有股息啊 贵州宝台的股息是1% 然后17.025 那非常好啊 这个这个数字是非常高啊 但是中国一般不派息啊 中国一般不派息啊 那什么意思呢 我在这里说一下 这里面就要跟大家说清楚了 就是什么呢 就是叫分红 大家知不知道分红这个单词 大家知不知道分红这个单词啊 中国的股票很少有分红的 我直接实话告诉大家 中国的股票很少有分红 有 但是为数不多 但是注意一下 美国的股票必须分红 这个分红就是股息 分红说我们就是相当于老百姓的说法 股息就相当于是官方说法 能不能理解 能不能理解 好 那么就是说什么呢 打个比方 我买了一个股票 买了一支啊 一股啊 我们就买了一股 一股呢 等于多少呢 等于一百美金 然后呢 等于它分红 分多少呢 分一美金 打个比方分一美金 注意注意注意 这个分红 这个分红 并不是 因为在我们中国 又是他妈的见鬼 中国的分红 是一个月分一次 注意 中国的分红是 不是 中国的分红是一年分一次 中国的分红是一年分一次 注意一下 但是欧美的分红 就是这个欧美的这些股票的分红 我们来 从这上面应该是能够看到的 我记得好像是三个月一次 它分红以后 它会有一个 它会有一个专门的一个 专门的有一个那个 好我们可以看到底下 注意我们现在用的是这个浮屠流流啊 这个上面都是没有的 如果你现在用这个什么mt4 它是不具有这个功能的 你可以交易股票 但是并不代表它现在是具有这个功能的 这个上面好像还没有 封红 这个就是封红 大家可以看到 2020年的8月31号 进行了一股拆为四股 一股拆为了四股 这个道理很简单 就是我原来只有一块钱 它然后给我拆成了四块钱 四块钱 哎这不就相当于也是一种封红吗 因为封红有很多种啊 就比如说像派息 派息就是我们之前说的这个东西 这个就是派息啊 就股息 我把这个股息告诉给你利息 第二个呢就是封红 就是第二个呢就是拆股 我把一股一股一块钱 我把一股变成了四股 你手上的一股就变成了四个支股票 每支股票还是一块钱 那我不就变多了吗 我就变成了四块钱了 这个也相当于是封红 那封红呢这个这个都可以叫做股息啊 这个都可以叫做股息 呃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股息 在美国是多长时间一次啊 就是这个指标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是这个指标 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样子啊 这样的一个样子 好我们可以看到8月7号 哎这是20 好大家可以看到每股收益0.65啊 每股收益0.65啊 如果当时你买了他苹果 那也就是说每一股的苹果 会给你派息0.65美金 0.64美金大家看懂了吗 大家看懂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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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这个地方我们也可以看到 每股收益0.65啊 大家可以看到 是每三个月果然没说错啊 我没说错 每三个月进行派息一次 大家看到 五月份派息了一次 八月份派息了一次 十一月份派息了一次 大家看到没有 大家看到没有 也就是他们我我之前记得没错啊 就是美国欧美是季度性派息 每四个月三个月四个月派息一次 每三个月派息一次 一连派息四次 当然如果效益特别好的说不定更多 但是至少要派息四次 中国呢是规定派息一次 但是如果你的财务报表不太好 可以不用派息 美国是强制必须要派息 这就是中国的这个韭菜和美国的股票的不一样 好 那么我们再来说 我们再来说 那么这个呢 大家可以看到一股等于100美金 然后呢他派息派了1美元 那么其实也就相当于我们这个时候的这个股票 就从100就变成了101 当然一般不可能是只只只只只搞一股的 一般都是十只股十只股一起买 所以这个时候你手上应该就是 应该就是赚了10美金 就是这个意思啊 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派息就是给你的这个相当于红利 给你的红利 那么这个呢就是派息越高 那说明什么呢 派息越高 那当然就说明了这个公司的这个越好 这个效益就越好 那这个公司的效率越好 是不是就代表了什么 就代表了这个公司的股值 会不会继续上升 是不是这个道理 是不是这个道理 大家想一下 我愿意多派息 凭什么我这个公司愿意多派息 我他妈傻呀 我亏损我在派息 我肯定不能这样了 肯定是我赚钱我才派息嘛 是不是这个道理 好 那么这里面呢 我们再看一个 再看一个 再看一个 再看一个指标 什么指标呢 我们再看一个他的 他的市值 啊这里面我们看一下有个市值啊 市值 好这个大家就知道了 一个是市盈率 这个数值呢 越高啊市盈率 这个静态这个数值越高 那么这个 这个啊在这里啊 市盈率越高 这个股票 就就说明他的这个 市盈率和他的股息 这两个要是都很高 就说明这个股票 就是非常有非常大的 升值的潜力 这个能理解吗 就是他的经济效益非常好 我们可以看一下贵州茅台 那么贵州茅台太牛逼了 我操 我今天在看到他市盈率 他妈竟然有这么高 股息竟然有这么高 我操 17 也就是他一股要派息 正常情况下 一股要派息17美金 17人民币 17块人民币 当然他一股也不便宜啊 他一股是1700人民币 1700人民币派息 关键他派息了没有 我看一下他有派息啊 6月2日 大家可以看到 十股派息了 十股派息170块人民币 大家可以看到啊 这个上面 十股派息了 170块人民币 然后这是七月 你看 中国就这个尿性看到没有 就是一年派息一致 大家看到没有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怎么样 没说错吧 是吧 109 145 107 卧槽 十股派息170 我想一下啊 也就是十股 也就是 也就是17000块钱 17000块钱 拿了170块钱 你们觉得多不多啊 当然他还在升值啊 当然他还在升值啊 他还在升值 所以来说呢 其实也还行吧 反正这个贵重贸台还能够派个息啊 你像其他很多的中国股票 就是前段时间我们看的那个叫什么 那个老白杆吧 老白杆我估计他就不再派息了 哎老白杆也派息 我们看一个中国的股票吧 大家想一下啊 我之前炒过一个中国股票 特变电工 他也在派息 派息了1块5 1块6 1块8 8块8 我当年买他的股票的时候是4块多钱 我当年买他的股票4块多钱 他后来涨到5块钱我就把它抛掉了啊 这个股票是千年不动的啊 千年的王八啊 千年的王八 都是超慢的那种啊 好了我们就不谈这玩意了 没啥意思啊 没啥意思啊 好 那么这里呢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个基本上就是 好 那么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 呃 好 那个可口可乐啊 我们可以看到市盈率和股息 这两个参数非常重要 这里面还要说到一个参数 就是什么呢 就是还要他的公司要足够的大 如果他的公司很小 说不定第二天就破产了怎么办 或者他的财务造假怎么办啊 因为我们也要考虑到这种极端情况下 财务造假怎么办 所以我们在选择的时候 一定要将总市值也考虑进去 总市值一定要在至少要在800亿以上 总市值至少要在800亿以上的股票 我们才能够进行选择 你800亿以下的股票在美国属于小盘股 小盘股选择的话 当然你如果不是做胆做 你只是做胆线无所谓 你可能今天买了明天抛那没关系 如果你像长期持有你比如说 以月份以年份来进行持有 那注意了 这个时候一定要选择大盘股 一定要选择大盘股 一定要选择总市值超过800亿的股票 好那这里面就有问题了 老师你跟我说的这三个参数 难道我一个个看了老师 你妈这里面这么多股票 你把我看一下眼花撩断了 你看这港股 港股我们不看港股也可以买 这个港股也可以买 港股在这里面我们在mt4里面也可以买 大家可以看一下 大家介绍一下 港股也是可以买的 港股在这里面有一个stority 这里面只有两个股票 这两个股票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这两个股票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这家公司大家知道是谁吗 我看问一下就问一下 我没说让大家买 我没说让大家买 我是问一下大家认识这家公司吗 跟你们很熟啊 应该来说跟你们是很熟的一家公司 哎 这都不是这都不知道吗 同志们你们也太那个人 任天堂 有没有认识的 超级马力 有没有认识的 勇者斗恶龙 Win 还有最近非常火的那个什么动物农场 任天堂有没有知道的 超级马力都不知道 你这好吧 我没法说我 然后当年的红白机 大家知道吗 只是看来蓬城一看就是一个不玩游戏的人啊 当年的红白机大家知道吗 就是那个小霸王学习机来了 就是那个机器大家知道吗 那个就是任天堂啊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就是股票 这亚洲股票很少啊 就是就这几个 这主要都是主要这都是美股了 我记得好像有一个港股的 没有啊记错了 港股 这还有个苏联股票啊 俄罗斯股票 没有没有没有啊 这就亚洲股票就三个 就是四个啊 我试说你不玩游戏啊 好那么这里呢 这里面这里面好像没港股 那我们就不用看港股了 嗯 那我们看一下美股 那美股这里面就太多了 我擦啦 你们搞死人了 美股 那美股太多了 这个里面应该是中概股啊 那达克啊 啊太多了 那你那老师你这这么多股票 那你让我大海捞针呢 我要怎么选呢 同志 好那么今天呢 我给大家推荐一个网站 通过网站 我们是可以把它筛选出来的 来打开 我把网址发给大家 叫因为财经啊 是一个非常正经的一个财经网站 好在这里面有一个筛选器 打开 打开以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这样的界面 打开这个界面以后呢 我们可以在这里选择美股啊 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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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到美国 美国 好 找到美国美股了以后 我们在这里可以选择市盈率打开 打开以后呢 我们将这个数值调一下 这个市盈率呢 调在多少比较合适呢 最小你至少调到10 最大你调到20 好可以了 当然越大越好啊 你当然你他市盈率越高 你还不高 你还不高兴吗 那当然就越大越好啊 这个东西就 当然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曲线 这个地方这个拨这个照拨图呢 就是越低 他就代表后面就没什么公司了 那你想想能够这么赚钱的公司 赚钱448的公司 你想想 贵州茅台才17%啊 不是他的市盈率才17% 你可以想想能够达到448的公司 我估计基本上没有吧 我怀疑 有没有看一下啊 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 184 我靠还真有 苹果 微软 乌尔玛 台积电 台积电 台湾的 赖克 好我们再继续筛选啊 再进行筛选 再把他的市值给打 打入进来 市值呢我们刚才说过了 要超过 要超过1000个亿的 好我们要1000个亿是多少个零呢 大家告诉我一下 1000个亿是多少个零呢 各 十百 千万 十万百万千万 一 十亿百亿千亿 好 1000个亿的啊 1000个亿的 好 然后呢 然后呢 我们再把这里面选择股息 在股息里面呢 我们调一下 打股息 你至少注意这是百分比 我们这个地方呢 调成超过百分之一的 那当然越大越好咯 那当然越大越好咯 那当然分的越多了 当然我更高兴了 好那么把这个三个调完 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 还剩下来的公司 还剩下两页 大家可以看到 还剩下这两页 这一页就非常少了 这一页就非常少了 那么在这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 剩下的公司 就是我们现在可以进行 长期关注进行买卖的公司 懂了吗 懂了 这一页就是我们现在可以进行 懂了吗 懂了吗 也就是这些公司都是非常不错的 长期持有的股票 注意啊 这个是做长线的 你玩股票 你肯定是玩日K的 你不要想着你妈 当然你要想玩那个也可以啊 你要想玩那个什么 今天买 今天就马上就是做短线的 但是你要做短线 你就玩外汇黄金就可以了 你不需要玩这个股票 股票你就是长期买多 你不要去买空啊 注意你一定股票不要想着去买空 你就买多啊 就是如果 如果把你给套住了 你就长期拿着 你就长期拿着 不要慌 因为股票总在涨 你想想这个川普 当年2016年当任的时候 股票才 纳斯达克才六千多点 现在一万二了 你想想这什么感 这什么概念呢 你想想 涨了六千点呢 我操 纳斯达克沉浸了这么多年 才六千点 然后川普上任了四年 就涨了六千点 你想想这什么概念啊 所以来说这个股票 你们就尽量不要去做空 你们尽量就做多 然后卡住了套住了 你就拿着 套住了你就拿着 当然你这里头 你就尽量选择一些相对来说 比较好的股票 你比如说联合健康啊 这个联合健康 那么在这里面 我们来看一下 能不能找到联合健康这个股票啊 我们可以看到 这里有代码的啊 大家可以看到摩根斯丹利啊 摩根大通 摩根大通大家知道 搞金融的 那他妈的真是超有钱啊 华尔街嘛 华尔街就归这个摩根大通 这个摩根大通就属于华尔街的一部分吧 我们来看一下啊 先来看一下这个联合健康UNH 大家可以看到有的啊 有的 大家可以把这个关入进去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强身电器 强身就是做那个INUR 那个什么东西的嘛 也有的啊 大家看到 Jawson 好 我们随便找几个啊 这个地方 丰田汽车 我就丰田吧 TM 肯定有啊 丰田这种汽车 咦 又打脸了 丰田竟然没有 还真没有 还真没有丰田 他妈的 还真没有丰田 相反的这里面没特斯拉啊 大家注意 这个市盈率里面没有特斯拉 好像我是没看到特斯拉的 确实没特斯拉 确实没特斯拉 好 我在这里看到了一家中国公司啊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好屌啊 看来只能是那个啊 只能是他妈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中国的垄断企业 才能上美国的这个那个 这里面有你们认识的吗 甲骨文 百世 雅培 英语尔莱粉 墨沙东 不知道啥 美国银行 币拓 币和币拓 我知道这家公司 美国电塔 哇好屌啊 这些公司都有这么大的这个市盈率 这有重复的吗 IBM 还认识几家公司啊 我不知道你们认识几家啊 这里面 沃尔玛啊 沃尔玛是美 沃尔玛是美国的 加勒服是法国的啊 好 那我还认识几家公司啊 大家可以通过这个网站 然后呢 可以去在上面搜索 你们想长期 长期布局的股票 那么你就把它买下来啊 然后长期的持有 你不要想着今天买明天卖 明天买 后天卖 那里是外汇的做法 那不是股票的做法啊 那是外汇的做法 不是股票的做法 呃 这个听懂了吗 好 再说一下 这里面呢 我再说一些说一个点啊 我再说一个点 呃 美国的毛股千万不要碰 只能做短线 什么叫毛股 毛股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一言以蔽之 一言以蔽之 低于五美元的 统称为毛股 好 那么这个里面那就有问题了 那就有问题了 那毛股会怎么样呢 我可以告诉大家 毛股呢 是叫类似于叫什么呢 就是相当于我们中国的ST 大家知道ST是什么意思吗 大家知道ST股是什么意思吗 我在中国啊 我们找一下啊 在这里面看能不能找到ST股啊 好 ST康美 大家可以看到这是一个中国的股票啊 这是中国的股票 ST股 中股股票 中股股票 ST股啊 ST股 好 那么什么叫做毛股呢 就是低于五美元 五美元的股票 统称为毛股 那么这个毛股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长期处于 长期处于 长期处于亏审阶段的股票 并且有可能会在一段时间内 退市的股票统称为毛股 美国证监会有一个规定 低于五美元的股票 如果低于五美元的股票 在七个月之内 在七个月之内 是七个月还是九个月 我记不清了啊 应该就是 反正就是一年之内吧 在一年之内 没有上到五美元 五美元以上 这只股票将会被强令退市 将会被强令退市 大家听懂了吗 大家听懂了吗 也就是 在这种行情下 美股里面 低于五美元的股票 你不要去碰 碰了 说不定因为你不知道这些内部消息 说不定他明天就爆雷 然后直接就 没了 这个股票就 退市了 退市了 你不管你买了多少 零 它就不是叫做平仓的问题了 它是直接这个股票就没了 这是零 这是零 听懂我说的意思了吗 听懂我说的意思了吗 大猪蹄子呢 好 但是毛骨呢 如果大家想做也可以做 什么情况做呢 毛骨在开盘的时候 就是比如说现在注意啊 现在美国和欧洲是进入到东令时了 所谓东令时就是什么呢 原来是夏令时 夏令时是什么呢 德国开盘时间是我们北京时间的三点半 美国开盘时间是我们晚上的九点半 这是夏令时 东令时现在是什么呢 东令时是德国开盘是我们北京时间的下午四点半 然后纳斯达克开盘呢 是我们北京时间的北京时间的晚上十点半 也就是延迟了一个小时 明白吧 这是东令时和夏令时跟大家说一下 现在的这个 然后如果大家想做毛骨可以做 因为它很便宜 大家会发现 但是我不知道这个MT4里面会不会收入毛骨啊 因为毛骨会涉及到一个很大的问题 因为毛骨不是大盘股 它不是那种属于那种特别特别受到关注的股票 因为它这里面毕竟这个MT4 它还是以外汇为主的 所以它不一定会收入这种股票进去 所以你要做的话呢 我估计还是只能到这个 到这个浮头流上面去做 因为我之前做过这个毛骨 我就浮头流做的 因为其他股票买不起 知道吗 随便一只股票 几十美金 因为它浮头流一买就是买十只股票 十只股票为一手 就是几百美就是几十美金 随便买一下买一手 你就得要几百美金 随便买一手几百美金 所以根本就买不起 你像我们现在用的这个东西 而且这个浮头流我之前也说过 不准用差价合约 你比如说这个股票一百一百一百美金 它就必须要一百美金来买 而且你必须要买十十只 那也就是说你买的股票是一千美金 也就是必须要一千美金 所以来说这个毛股呢 我相信你们应该不会去买 但是跟大家普及一下 就是如果你们以后有机会的话 千万不要跑来去买这个毛股去了 那你看这个股票好便宜啊 我是不是应该买一个这个毛股 来实意试一下玩一下 说不定你买了以后 他妈的过两天 这个股票怎么下市了 没了 那别别别忘记了 我我没有提醒你啊 这个我跟大家说清楚了 我是提醒过你的 这个是什么股票 开盘六块钱 然后跌到了现在0.62 我这个去啊 中国香泰食品这个什么玩意 来查一下 养猪的啊 这个养猪的一个股票 中概股里面的升值养猪的 那养猪的最近这个 估的猪的这个股票 2019年的8月份开始上市的 怎么一路下跌啊 那到底说中国猪肉一直在涨啊 为什么还在一路下跌呢 好吧我们不关注这个玩意了 我们就不关注这个玩意了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技术指标 大家都听懂了吧 就是给大家怎么去筛股 选股啊 怎么去筛股选股 这个大家都听懂了吗 好现在进入我们的最终板块 进入我们的最终板块 重头戏来了 我们要怎么在小级别里面 在大级别里面去买小级别的单 怎么在大级别里面去买小级别的单 来回到正题 我们来看一下怎么来在大级别里面看买小级别 好这是最后一个啊 讲完了我们今天就休息了 打开我们的指标 打开我们的不离线 给他增加一个那个啊 给他增加一个水平线 020 他有的没有啊 有的没有你要自己加点击啊 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8020 8020 好怎么加呢 我们点击这个地方点击这个地方 点击这个地方 然后选择属性 点击右键啊 注意是右键 点击右键 选择属性 然后在这里有一个水平位 我在这里点击添加就可以了 好那么以这个地方为例 以这个地方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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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地方我们明显可以看出来 它已经是飘红了啊 好就这里大家可以看到如果现在这个地方 如果现在这个地方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个地方飘红了 在一个小时的线上面啊 注意我们现在是在一个小时的周期上面 我们已经看到这个红线压到了压到了这个绿线的上方 并且注意我之前说过有一个坚决条件 就是这个地方已经是20以上了 对吧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应该怎么做啊 我们这个地方应该怎么做啊 同志们 我们这个地方应该怎么做啊 同志们 我们这个地方怎么做啊 我们这个地方怎么做啊 怎么做啊 对开多单 对的 开多单啊 开多单 注意啊 这个条件别忘记了啊 你这个条件别忘记了 20啊 20啊 你比如说这个地方你能不能开 你当然能开 但是问题在于你你这个地方不是最佳的开仓点呢 你发现了没有 你这个地方不是最佳开仓点呢 你这个地方也是不是最佳的 一定要记住20这个参数啊 一定要记住20的参数啊 这个位置很重要啊 上方是80下方是20 那如果做的极端一点 你可以把设置到下方是15 上方是85 你可以这样设置也可以啊 你也可以这样设置 好 好 那么我们既既然知道这个地方要开多单 那么现在我们应该怎么做 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做 有两个做法 第一 我们模糊的买单 什么叫模糊的买单呢 RB原则吗 我们在这个地方挂一单呢 这个地方挂一单呢 这个地方挂一单呢 反正在这个 在这一条这个红线的这个位置 我们可以挂单呢 然后买了以后 挂单来进行买啊 这是第一种方法 这种方法我们之前教过 在这里就不再复数了 大家都还记得吧 大家都还记得吧 好 第二个原则 我们现在就来讲 我们怎么手动找寻底部 我们怎么手动来找寻底部 用KDG指标 用KDG指标 怎么手动找寻它的底部 我们怎么用KDG指标 这个就是KD KD指标 怎么手动来找寻这个底部 好 来 我们现在进入分时状态 现在进入分时状态 进入分时状态里面 首先我们看一下一个小时 现在是一个小时 我们再看一下更小级别 30分钟 在30分钟里面 我们现在不要急于下单 我们现在不要急于下单 大家可以看一下 现在在30分钟级别 它是一个上涨 看到没有 是不是一个上涨 它现在是在这个位置 看到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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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么 那么在这个位置的时候 我们要不要急于去开这个空 多单 不要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 这个KDG已经上了 差不多有多少了呢 已经 哎呀 不好意思 这个KD f 这是什么 这个KDG已经上到了将近50%的位置 在30分钟的线里面 它已经上到了50%的位置 它已经上到了50%的位置 对不对 是不是这个道理 大家可以看到 所以它能够继续上升的空间 已经不太多了 也就是说 它上升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必然会导致一个结果 这个结果就是什么 这个结果是什么 这个结果是什么 看这个图形 这个结果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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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呢 跟不上吗 震荡 怎么是震荡 这个地方应该不能用震荡这个单词 再想一下 再想一下 人呢 人呢 想一下想一下 是什么 必然会导致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啊 必然会导致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阿卫 阿卫不在 那个那个方蕾 阿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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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回事 你们逻辑啊逻辑啊 一直在跟你们说逻辑啊 它必然会导致一个结果 大家一定会发现 必然会导致一个结果 上去了以后一定会下来 你们可以看到 这里面一定会是一个这样的一个结果 所以为什么我在这里画这个效果 所以我们要等待的时机 不是现在就跑匆匆忙忙在这个位置开个单 我们现在就是要等到KDG指标 我们现在就是要等到它的KDG指标 跨下来了以后变成绿线的时候 在绿线和红线在进行交接的时候 再来开多单 听懂了我这句话的意思没有 好方蓝听懂了 因为本身你可能已经刚才已经知道我要说什么了 比如说你用词不太准确 它不叫震荡 它不叫震荡 因为震荡其实是你说的震荡是叫反反复复的 它这个东西就不是反反复复的 你看它这个 它上去了以后下来 它下来了以后它比这个之前高 所以它不能是叫做震荡 它应该叫做回踩更加准确 2B 对这个其实为 这个就是我们之前说的2B理论 所以我们刚才已经把在第一点 如果你不想手动去找 你就在那里估摸一下 就可以找到2B 就可以找到底部的位置 但是咱们现在不是教大家一个手动找的位置吗 手动在找这个底部的位置吗 鹏城呢 鹏城人呢 不会又又又去接电话了吧 这么怪 这个这个这个地方的技术 这个地方你能理解吗 好 R讲 R讲你刚才说2B 其实这个地方 你要理解成2B也对 但是我们在这里不是在讲2B 这个地方我们不是在讲2B理论 当然你说这个技术跟2B有没有关系 它其实它们两个就是意思 最后的结果都是一样 但是表达的意思是两码的事 你能不能理解 结果是一样 都是回踩了以后 然后去做它多单 意思是这个意思 但是呢 是两码事 现在呢 我们是用这个KD指标 找出这一个手动的底部 我们现在是用KD指标 找出手 找出手动底部 而不是2B理论 我们是一个模糊的区间 我们是一个模糊的区间 这个能不能理解 对 可以2B 2B呢 2B是一个理论 2B是一个理论 这个理论呢 是代表着只要上涨 就肯定会 只要上涨 肯定是要在下跌的这个途中 然后再涨上去 它不会是说直接给你冲上去 所以来说2B是这个意思 然后呢 KD呢 其实是手工 如果我们没有2B理论作为基础 其实KD呢 其实是在手工去找寻一个多单里面的最底部 能不能理解 这句话我应该说的是非常清楚了 KD呢 是用KD指标找出一个上涨里面的最低点 好 那么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那么我们最佳的买入点应该是什么时候呢 最佳的买入点就是红线 就是在30分钟里面 记住我们最佳的买入点就是在红线 就是像这个样子 最佳的买入点 我们竟然是在 注意啊 我们刚才是在一个小时 竟然确定它是多单 从这个地方 我们竟然确定 从这个地方开始 我们从这个地方开始 我们竟然确定它是多单 我们应该是在什么地方 确定它买入点呢 应该是在30分钟里面找到绿线被红线吞没的那一刻 我们应该是在30分钟里面找到绿线被红线吞没的那一刻 就是我们的最佳买入点 对不对 你们理解一下这里面的逻辑关系 你阿奖明白了 那个彭城和这个方蕾明白了吗 方蕾明白了 好 彭城 好 明白了 那我们这里面就做出这个记号 哪个地方是最佳买入点呢 就是这个地方 就是这根线 就这根线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一根线就代表着30分钟的起长点 这根线就代表了30分钟的起长点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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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一个小时我们已经确定了 它绝对是涨的 30分钟在这个地方信号也已经确定了 它既然是涨的 那么现在我们继续向下推 我们要在15分钟里面找出它的最低点 好 15分钟里面 15分钟里面 15分钟和 大家可以看到15分钟和一个30分钟的起长点 都是在同一位置 这个我们有一个专业的书语叫做共整 不是同床共整 那个共整啊 这个共整是共同整幅 共整 也就是30分钟和15分钟 在这个时候 在这一时刻 KD基 KD指标 共整了 共整了 好 我们现在再往下推 如果15分钟是OK的话 我们现在能不能在5分钟里面找到它的最佳买入点 好 继续往下推 我们再来看一下 15分钟的这个 这个地方 从这个地方开始 我们从这个地方开始 好 5分钟大家也可以看到 共整了 5分钟也共整了 现在注意 现在是30分钟 15分钟 5分钟 全部共整了 如果当你在这个盘面上看到这个信号的时候 一定要大单量 无劳买多 保证有一批大的上涨 保证有一批大的上涨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 1分钟级别 1分钟级别 我们可以看到 它还有一个小跌的机会 那我们在1分钟级别 我们应该怎么买啊 我们应该就会在这个地方不单 那比如说 我们在这个地方 既然5分钟 他们都已经不单了嘛 我们5分钟这个地方 既然已经不单了嘛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这个是5分钟级别嘛 那么我们可以在哪里不单呢 首先在这里可以不一单 我们可以首先在这个1分钟级别的 这个交合处这个地方不单 那这个不单 我们就以这个地方的最低价来布个单 打个比方 中间中间一点的价格吧 也不一定能超到最低 好 这个地方我们看到它又下降了一次 没有关系 只要那个你就继续再布单 再继续布单 在这个地方再布一单 好 这一单呢 是在这个位置 我们就在这里再布一单 就是我就说了嘛 还是道理还是一样 分批进入嘛 这个我相信大家都明白 我说了这个意思 好 这个地方又出现了一次控制 OK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在这里再布一单 在这里再布一单 我们都是取它的中间值啊 也就是我们这个价格 我们一共布了三单啊 我们一共布了三单 当这三单已经超过了这个价格的时候 我们就不用再去布单了啊 就是这三单就够了 我们现在再回到一小时 我们看看一下 我们是不是相当于 我们在这个地方看盘的时候 是不是相当于超了一个 超了一个 我们手动超了一个底部 大家看一下这三个位置 是不是相当于我们手动超到了一个底部 当然你要说 老师不对 这个地方才是真正的理 我的天哪 你能超到这个地方 那你就是神 那你绝对不是人 你绝对是神 你绝对不是人 你都不是人了 你就别跟我说话了 对不对 所以来说 咱们在这个区间里面 超到这三单 是不是对于我们后期的展示来说 是不是就是一个非常漂亮的抄底工程 大家自己看 是不是的 而且我们这里面抄底 抄的是有理有据 看懂了吗 不是因为2B 2B 它这里面设立到一个问题 2B 就比如说我们这个2B理论 2B理论 现在这一单子就不一定抄得进去 咱们实话是说 这一单子不一定抄得进去 我之前说了 你要抄单 你这个地方 你抄50% 那也就是说 50% 50% 那这个地方 抄单 这个地方它没到 这个地方它没到 你抄个毛 你抄个毛 虽然我们是想着它能回来 但是它没回来 你这一单子不就 你这一单子当然不会损失什么 但是这一单子不就错过了吗 按照2B理论 2B理论 我们之前是怎么加的 是在61.8%到50%之间 因为这个是个概率性的数字 当然你也可以设置成76.4%到50%之间 你去就是分批去净空的多单 但问题在于 他们如果他没有到50%怎么办 他就到这么 就到这一点 就到这里 你可以看一下 根本就没有到 他连61.8%都没到 他连61.8%都没到 你看 61.8%还差一点 那你这一单 你根本就没有买成功 如果要是按照2B理论 你这一单根本就买不成功 买不进去 我就直接说了 你这一单 思路是对的 技术也是没问题的 但是 市场没给你 怎么办 那这个东西就不能怪技术 也不能怪这个 也不能怪你的这个看盘了 那就市场没给你 那没办法 所以2B理论 本身它是一个模糊的概念 明白吗 本身它是一个模糊的概念 而我们现在所使用的KDG 一直说KDG 因为这个指标它就是KD 但是它少了一个J 就是中间走 这个中间走没多大用 所以呢 就KDG 就叫KDG 就是这个指标 其实它叫KD指标 但是有一个它的姐妹指标 是叫KDG KDG 听懂了吗 所以来说 就是你的技术没问题 所有东西都没问题 但是你使用2B理论 这一单子你不一定能买得进去 这就是最大的问题 你使用2B理论 你不一定这单子买得进去 这是最大的问题 而你使用手动这一种KD 这种找寻最底部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基本上超了一个王八比 那绝对是王八比 你可以看到 后面就没有机会 再给你这个底部了 你可以看一下 什么时候再给你这个底部 连碰这个底部的可能性 都没碰到了 连碰到这个 因为我们最后开单 是在这个时间线 你看一下 在这个时间线 超过这个时间线以后 你看到还有超过 还有到这个底部的吗 你看一下 还有到这个底部的吗 没有了 就没有了 所以来说呢 所以来说呢 还有什么呢 所以来说呢 这个我们使用KD指标 非常漂亮的 超了一个王八比 霸王底吧 霸王底 这个这一张节听懂了吗 这个听懂了吗 烹成了 好 那今天我们的课就讲到这里 好 下周大家好好的做做项目 我 还能要 好有什么呢 我